十八歲的兒子 十八歲的兒子 喝湯喝出情緣 大家眼望我問 哎呀覺得多好啊 他煲湯給我喝我就喝了 他這個湯又多好喝 我們就喝出感情 大家就簽字了 你說真的 說不定啊煲湯 無事獻恩勤非奸即到 你七十幾歲的時候 你就不是這樣想的 那些子女不理你那時候 沒有啦發生了關係 他五個子女擺明都不 發生了關係 阿伯可能拍偉哥發生了關係 新歡就向他提出結婚的想法 至少他都會想著 不是啊 起碼都會想著結婚註冊 就不會像王青霞 不斷斜著你 因為王青霞不斷調到 坐牢都結不成婚 這個叫奸有奸書 他認為兩人是真愛來的 所以不如去簽子結婚吧 但是 他愛惜他新婚妻子 你知道他買了多少 二十萬的結婚禮物 十三萬傳介 十萬的名貴碗錶 但是他的子女就非常不滿 五個子女 五個子女一起增產 大家有共同敵人 紅瘦敵蓋 因為懷疑 新婚妻子有不良的動機 因為他覺得內地女孩是欺騙錢 其實都未欺騙 但是他的子女才發祭人 因為他原本 不是未欺騙的 我送了禮物 送了二十萬禮物 第一禮物 第二是準備要扔一百萬出來 打本給做生意 做生意 投資飲食業 但投資在香港 不是回大陸 這個又少有 因為如果大陸女孩 他的基地在大陸 通常騙你的錢 就回家老家 要蓋房子 蓋房子 在鄉下的父母 或者回大陸做生意 做手機生意 我們好像以前有朋友 好像尋說 周圍萬借錢 就是這樣 就是那個 但是 他幾個子女 就很聰明 一早就被罵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他的子女商量 就說每個月 還是一鋪過 就拿一百萬來投資香港飲食業 如果你說投資香港飲食業 起碼你都可以參與得到 即可百是可以參與得到 如果你說拿回大陸投資的話 那你就不知道 不過可百 二月真的信他 在銀行拿錢的時候 就發現錢 就不見了 為什麼不見了 原來那個戶口 是跟小女兒聯名的 可百就說 有沒有搞錯 他馬上去恆新 好像在恆新那裡 恆新那裡 就說 為什麼我的錢會去了 戶口聯名 聯名的話 是否應該一起簽名才可以拿錢 人聯名很兒戲 即是有個帳戶 有張卡就可以拿了 唉 就說 四百五十萬 其實四百五十萬 棺材本就不是領石多 但是 你要知道 如果你一鋪過的話 你拿一百萬 你投資做生意 很快就撕掉了 其實是 四百五十萬很快就沒有了 一百萬 即是你說打本一百萬 是前期的 那正如你所說 現在香港 剛剛我們說 倒閉群組 那麼旺 結果 現在好像說 剛剛 新掘起了那個群組 叫做 一個裁員 炒人 關注組 這個都越來越多人的 我見他 即是這樣的環境下 然後你扔一百萬 下來香港做生意 我是他的子女 我也在想 即使讓你看到也好 你不是二十四小時盯著的 你會有很多小動作的 有 今天一百萬 明天可能二百萬 那四百五十萬 就沒有了 與其是這樣 不如我才發制人 阿M就建議他不如開家族辦 哈哈哈哈 家族辦 好像爭對境外 第一境外 都不是境外 最重要是有一個門檻 一千萬美金 香港的 哪需要那麼多 要不要 要啊 也要一千萬 是家族辦公室 那算吧 那你去匯豐銀行的 專櫃理財帳戶 好過 那些 那類 定期 匯豐合格私一百萬 是啊 整個節目出了街之後 喂 你真是猜不到 那小女兒 洞了他爸爸的錢去 也不是那麼好 你做得出 但是你見到 每個人都支持小女兒的想法 你真是可以見到 李隆基或者李隆基的物體 其實幾不受歡迎 我想會留言 那些多數都是阿姐來的 就是那些 就是這樣說 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怎麼都會支持小女兒的感同身受 大佬 你想一下 我們這個年紀 其實我們的父母和可伯差不多年紀 遇到這種情況 就覺得 你做得好 我是你 我都會這樣做 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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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兩下迷湯 拿一百萬 大佬 我老爸 都未必對我這麼豪爽 我結婚的時候 他們會這樣想 是啊 你還有五個子女 這樣就很不公平 那些子女 怎樣幫你安排棺材本 要自己貼的 真的 個個都說 子女醒目 阿伯當局者迷 不知道那個女人 會不會繼續愛她 是啊 這個其實是 這個愛的測試 這個變了是 如果沒有錢 樓下來的人都說 有些錢 他帶老婆有份熬回來的 就是過身的老婆 那些錢應該是要 那些錢應該要 就是 分回來給他那五個子女 很合理 是啊 是啊 所以就說 你老爺尋船 就最糟糕了 這個就真的是 但是東張西望 就是會訪問他兩夫妻 就是未結婚 但是 就是堅稱愛他 又在說他怎樣 整個過程很李隆基 就怕死人家 不知道 不相信他們 是真愛 就特地接受訪問 就是堅稱他們兩個 是真愛 是不是都說是真愛 坦白說 當然 這個也是傳媒戰 公關戰 你很不對 你爸爸的錢 給個小女兒 轉走了 那算怎樣呢 A.O.Daniel 就說 為什麼要說這件事 要拿郭俊安出來說 郭俊安 大十歲而已 不是大十歲的問題 而是郭俊安 他炒樓投資九千萬物業 完全沒有歐善儀的名字 是啊 因為他好像說 據聞他有陰影 他說初戀就是 劉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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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大陸武 所以他就很大陰影 被蘇智偉 被蘇智偉 但是現在他就說 我想他就是因為一招 一招比蛇咬 十招怕 草成 覺得陰影很大 那你沒理由要 歐善儀來什麼 對吧 還有歐善儀也說他怕麻煩 也都相信郭俊安的投資眼光 所以呢 所有的物業 股票的投資 都不下他的名字 有幾個不同的原因 第一 覺得不公平 不是真的愛他 對枕邊人 處處防範 第二 就是說 為什麼歐善儀跟他離婚 就是因為覺得兩個人的差距越來越大 歐善儀呢 其實他是不斷有進修的 不斷有學習的 很上進的 做營養師嘛 反而 就是郭駿那本人 一直做演員 沒有什麼進步 雖然好像說拿過影帝 是吧 事帝 事帝 都威過 但是兩個人的共同的話題 好像相關越來越大 是吧 不知道為什麼 有其他KOL 天天罵歐善儀 是吧 我又覺得 那個是非 不是一面倒 是吧 這個就沒有阿伯這件事 那麼一面倒 是吧 七十歲 七十六歲 阿伯這件事 就真的 關乎第一 因為他曾 影響到 他那五個子女的生活 是吧 那孩子絕情 就是覺得要自暴 所以絕情 嗯嗯嗯 不過 更重要一件事就是 就是 我見那些連登巴打 都 都零零碎碎說一幕出來 他們的說法就是 喂 就是 見到這一幕 你還覺得 就是 那個大陸婆 和阿可白是真愛 你看看 你看看 當那個阿伯就接受 東張西網的訪問 然後就說 喂 本身那個聯名戶口 都準備給子女繼承了 跟著 跟著 阿大三婆就 就趕快在 Camp後面就說 你說話小心點啊 是交給他管理的 不是 不是繼承啊 跟著嚇到阿伯 就趕快要改口 哦 就說那些錢 那個肥婆都有份 這樣 哦 這樣說 是嗎 是啊 那就是現了真身 其實他這樣說話 突然間這樣發難 一說錢就發難差 這些就真的是 是吧 所以 就是 因為這一幕 你看過這一幕的 連登巴打 就說 喂 應該要站在妻女那邊 妻女是很絕情 但是問題 喂 就是掛白沉了船 你怎麼都勸不住 你要自保 就一定要狠手 嗯 是啊 至於 郭駿安的年紀 相差少一點 是吧 剛才我說十歲 十年 都沒有十年 這麼大 好像說十五年 是吧 十六年 十六年 那究竟是 安仔對 還是勾善兒對 兩個人都沒有分外情 兩個人都沒有分外情的問題 不關大陸沒有事 亦都不關北中事 完全跟這件事沒有相關 只不過是兩個人 就說相處不了下去 是吧 女的就說 跟郭駿安 可能距離又越來越遠 就算如果是離婚的話 他拿到的東西都很有限 最多就是 就是善養費 最多就是善養費 子女撫養權 撫養權 這樣 男的就是這樣 男的又得其所在 他在那補得住的錢 又來過 是吧 他又可以再賺一個 但是整件事 其實是一年 我想差不多是分手一年